非建制陣營在區議會選舉取得大部分議席 一改以往建制派壟斷區議會的情況 他們的支持者喜氣揚揚 現時市面氣氛大致平靜 持續半年的抗爭運動 是否會就此平息呢 東沖南候任區議員王俊陽 抗爭的這場運動是必然會持續下去 如果你說因為過了一個區議會選舉 社會回復平和 所以香港市民都不要再上街抗爭得那麼激烈 其實我不認同這句話 過往這幾個月我們由七二一開始 八二人無差別地打市民 警察好像當年五億探長 呂樂轉時代的他們 進入了一種好像戰爭狀態 我與你香港市民為敵 所以你說就算區議會選舉 非建制派一面倒地勝利也好 這場抗爭是不會完結 因為你說區議會選舉 其實它不是一個人的自本良方 所以我希望我們香港人必須保持清洗 我們一定要拿回一些屬於我們自己應得的東西 黃埔西區議員 鄺保賢 當然街頭是繼續有它的施壓作用 我們怎樣在議會裏面 可能有些撥款 去做一些社區的交流活動 或者各樣東西是怎樣可以做到 我們真的拿到多些民意 其實是兩邊一起去做 街頭的運動是看回政府的回應 如果政府不回應 或者是繼續有我們的手足上角 我們一定去聲援 也都希望它盡快不要再濫捕濫告 也都要它真實這樣回應那個濫權的問題 灣仔大佛口候任區議員梁柏健 所有事情平不平和 控制方不在我們 我們無權控制 警察的手指是否放在雞上 按鍵射出來打 我們一直都很平和 我們都是那句 是你告訴我 和平的表達是沒有用 所以不要再把我們和平表達的事情變成沒有用 你最終又是回頭 這件事的責任絕對不是在一群 無權無勢去提出訴求的人 今個星期六 下午4點 903獨立調查委員會 驅選大勝 然後呢